美国宪政历程 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原东来 陈伟 白雪峰等住 23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 1978年 西风吹 摇滚雷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可能有人会说 这个问题难道还值得一提吗 自然是白人歧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可是很多美国白人却认为 如果依照联邦政府颁布和推行的 肯定性行动政策 如今在美国社会中 遭受种族歧视之害的 实际上是白人 这个涉及到逆向歧视的复杂问题 正是曾轰动美国朝野的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董事会 诉巴基案的缘起 一 屡试不重的白人高材生 艾伦·巴基 1941年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其祖辈是来自挪威的北欧移民 父亲在邮局当差 母亲是小学教师 巴基从小勤奋好学 成绩出类拔萃 曾进入过全美中学生 荣誉奖学金竞赛的决赛 1959年 他以高分考入明尼苏达大学 主修机械工程 大学期间 他的平均积分成绩为3.51 大学毕业后 巴基投笔从容 入海军陆战队服役 参加了越南战争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他沉着机敏 作战勇敢 在四年的军旅生涯中 连升数级 晋升为上尉军衔 海军陆战队是越战期间 美军伤亡率最高的军种 巴基所在的部队也不例外 面对战友死伤的痛苦 巴基初步蒙发了 当一名医生的想法 1967年退役后 巴基在美国宇航局 设在加州斯坦福大学附近的 一个高级研究中心 当了一名工程师 在中心工作期间 由宇航局资助 巴基考入斯坦福大学 继续深造 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巴基最终确立了成为一名医生的志向 于是 在工作之余 他开始攻读医学院预科课程 并着手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 在美国社会中 医生和律师不是那么好当的 首先 著名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学费极为昂贵 而且因学生毕业后收入较高 所以医学院和法学院 基本上不提供奖学金 其次 著名医学院和法学院 都有极低的录取率和白热化的竞争 考生的淘汰率和竞争的残酷性 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大陆的高考 以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医学院为例 该院1973年度只录取100名学生 但申请人总数却高达2664人 可是 巴基却恰好选中了 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医学院 作为一个重点报考院校 其中的秘诀是 由加州大学董事会管理的 伯克利 洛杉矶 圣地亚哥 戴维斯等大学校区 虽然名列全美著名学府之榜 但与哈佛 耶鲁 普林斯顿 斯坦福 等私立名校不同 加州大学所属各校 全部是公立大学 因公立大学 有联邦和州政府的资助和补贴 所以学费比那些私立名牌大学 要便宜得多 另外 像巴基这样 已在加州居住两年以上 依法交纳州税的居民 还会享受到本周学生 大幅度减免学费的特殊待遇 以优异成绩 结束医学院预科课程后 巴基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中 再传捷报 在科学知识部分 他的正确率为97% 在语言能力部分 他的正确率为96% 在数学部分 他的正确率为94% 1972年底 巴基满怀信心 向戴维斯分校医学院 正式提出了1973年度入学申请 没想到 加州大学 却给志在必得的巴基 吃了闭门羹 照常理 以巴基的GPA和MCAT成绩 斯坦福大学硕士学历 以及综合素质 他应当是一个 很有竞争力的申请人 巴基起初以为 自己名落孙山的原因 可能是因年龄 已超过了30岁 但是他后来 从戴维斯校区 学生事务办公室 打探出的内幕 着实令他大吃一惊 原来在医学院当年100名的 录取名额中 竟然留出了16个特别名额 专门分配给了黑人等 少数族裔的学生 更令巴基不满的是 在被录取的16名 少数族裔的学生中 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成绩 远远不如自己 对此 巴基非常恼火 他奋笔积书 给戴维斯校区录取办公室 写了一封抱怨信 信中写道 为了满足未来医疗健康事业的要求 医学界需要最有能力 和最有现身精神的人才 我意识到 设置少数族裔录取定额 是为了补偿 以往种族歧视的恶果 但是 这种照顾少数族裔的措施 实际上又开创了新的种族偏见 这不是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 一通抱怨之后 1973年底 巴基向戴维斯医学院提出了 1974年度的入学申请 然而 巴基得到的恢复 仍然是一剂不欲录取的苦药 该做的全都做了 却死活进不了医学院 原因竟然是皮肤不够黑 巴基从小在白人优越的社会环境中长大 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颠倒黑白的怪事 一气之下 他一张壮旨把加州大学告到了州地方法院 控告加州大学搞逆向种族歧视 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和宪法第14条修正案 关于对公民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 1975年 加州地方法院对巴基案做出判决 对双方各打50大板 法院虽然判决加州大学设立的定额制度违法 但并未判决戴维斯校区医学院应当录取刺头巴基 结果控辩双方都不满意继续向加州最高法院上诉 1976年 加州最高法院判加州大学败诉 加州大学董事会当然不会服气 所以聘请曾在水门调查案中 出任特别检察官的哈佛大学教授考克斯为律师 于1978年 把官司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在一项标榜机会军等公平竞争的美国社会 戴维斯校区医学院为何会对少数族裔申请人 保留16个特别录取名额呢 这个特殊的照顾措施 实际上与美国联邦政府颁布和推行的肯定性行动政策 直接有关 肯定性行动这个名词 最早源自肯尼迪总统1961年签署的总统第10925号行政命令 这个命令要求政府合同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 为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不得有种族信仰肤色祖籍等方面的歧视 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 联邦政府和国会陆续颁布了一系列 包含范围更为广泛的肯定性行动法案 又称为平等权益法案 简而言之 肯定性行动政策实际上是一项在1964年民权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权措施 目的是帮助在美国历史上长期遭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和女性 更快地改变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劣势地位 具体地说 就是在升学、就业、晋升、发放奖学金 以及接受政府贷款和政府合同招标时 在竞争能力和资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 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和亚裔以及女性 有被优先录取、录用、晋升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的权利 1969年 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 但他在推动肯定性行动政策方面的新措施 却令人刮目相看 后来曾在里根政府担任国务卿要职的舒尔茨 当时是劳工部长 在劳工部长任内 舒尔茨开创了引起极大争议的硬性定额制度 根据联邦劳工部的规定 公立大学在招生时 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学生 政府部门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和女性职员 一定比例的政府商务或工程合同 应当优先给予少数族裔和女性投标人 此外 凡是接受联邦政府资助 以及所有与政府签订商务或工程合同的私营企业或私立大学 都必须提交一份肯定性行动计划 详细说明该企业或大学现有少数族裔雇员数量 以及打算在多长时间内使少数族裔雇员达到一定比例 否则联邦资助和合同免谈 从70年代中期起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照顾范围又逐渐扩大到残疾人和退伍军人 在民权运动声势浩大的60年代 肯定性行动政策得到了全美大多数高等院校的积极响应 美国大学校园历来是自由化和激进化的大本营 而加州大学在60年代反越战争平权的学生运动中 更是全美高等院校中闹得最凶的一所大学 在此背景下 戴维斯校区为了纠正种族歧视造成的危害 和以往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 增加医学院学生的多元性 为少数族裔树立刻苦学习 奋斗成才的榜样 特别设立了优惠和照顾少数族裔申请人的录取定额制度 没想到却碰上了惹是生非的刺头巴基 引发了全美瞩目的诉讼大案 加州大学诉巴基一案 实际上是给美国最高法院出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大难题 原因很简单 这个事关联邦政府肯定性行动政策是否违宪的重大诉讼案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 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问题 种族矛盾历来是美国政治中的定时炸弹 稍不留神就会在社会中心爆炸 引发空前严重的社会动乱 在中国社会 重大法律问题通常集中表现为政治问题 但在美国社会 诚如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威尔所言 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 美国社会中 这种政治问题司法化的特殊国情 让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伤透了脑筋 在美国宪政史上 曾有过最高法院试图用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结果去引发政治灾难和社会动乱的潜力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南北战争前的斯科特·苏桑福特一案 当时最高法院做出了偏向南方奴隶制的裁决 判决黑奴不是美国公民 并使国会已通过的 旨在限制奴隶制扩张的密苏里妥协案 因违宪而被取消 尽管从单纯法律的角度看 最高法院对斯科特案的判决无可厚非 但若从政治角度看 这一判决激化了本来以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 堵塞了以和平手段解决南方奴隶制问题的道路 对南北战争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使美国陷入了一场难以避免的南北大战 斯科特一案一向被美国学者认为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糟糕的判例 前车之鉴使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这类政治案时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能躲就躲 能脱且脱 在巴基案之前 一位名叫德福尼斯的白人学生 早在1971年就已向肯定性行动政策发难 这位白人学生的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比已被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大多数少数族裔申请人高得多 但却连续两年未被录取 一气之下 他便向州地方法院控告华盛顿大学 州地方法院于1971年判决华盛顿大学败诉 德福尼斯虽如愿地进入法学院学习 但华盛顿大学不服判决继续上诉 于1974年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可是当人们翘首以待 希望最高法院大法官一锤定音时 最高法院却于1974年2月宣布 涉案当事人德福尼斯将于当年5月从法学院毕业 审理这种问题已过时的案子毫无法律意义 路人皆知 华头的最高法院其实是找了个借口 故意躲避这种令人头疼的政治难题 使支持和反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两派阵营颇为失望 可是躲得了除一躲不了十五 没过几年 巴基案又打上门来 硬逼着左右为难的最高法院给个明确说法 美国朝野上下拭目以待 且看最高法院如何对巴基案进行裁决 围绕巴基案的审理和判决 美国最高法院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首席大法官伯格和大法官斯蒂文斯等四位不赞成定额政策的保守派法官 回避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关于对公民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 着重强调录取定额制度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第六款 该条款规定 凡是从联邦政府接受资助的机构 均不得基于种族和族裔因素排斥公民权利 斯特文斯法官在判决意见书中强调 民权法禁止的是一切种族歧视 既不能歧视黑人和有色人种 也不能歧视白人 而加州大学依照族裔背景设立的定额制度 实际上等于按照族裔标准录取学生 因此 这种定额制度违反民权法 戴维斯校区医学院应当录取八级 1964年民权法 本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性成果 谁料想 这已来之不易的民权法案 亦不留神 却变成了保守派否定肯定性行动政策的重磅炮弹 面对这种极为复杂令人困惑的宪政难题 布鲁南大法官态度坚决 他极力劝说个别立场摇摆的同僚 支持肯定性政策 最后有四位大法官表态支持定额录取 布鲁南大法官认为 对民权法不能做学究式的字面上的狭隘理解 设置录取定额的目的 是为了改变以前对一部分公民的歧视 并防止将来的歧视 是国家旨在铲除 种族歧视努力的一部分 所以 它不仅符合第十四修正案 对公民平等法律保护的宪法精神 而且符合民权法 保护公民免遭种族歧视伤害的法律目的 因此 在不是故意伤害其他族裔利益的情况下 联邦政府可以把种族作为考虑因素 对以往受到歧视的少数族裔予以帮助 美国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 瑟古德·马歇尔明确表示 我拒绝同意 录取定额制度违反宪法的观点 切记 在以往两百年的多数时间 由最高法院解释的这部宪法 并没有禁止针对黑人的各种费尽心机 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 现在 当一个州采取措施 补偿种族歧视遗留的恶果时 我不认为 这同一部宪法会成为补偿措施的障碍 布莱克门大法官则认为 为了克服种族主义 我们必须首先把种族作为考虑因素 此事别无选择 为了平等待人 我们必须待人有别 最终打破四比四僵局的关键人物 是来自南方弗吉尼亚州的鲍威尔大法官 这位天才的妥协大师 采取了一种脚踩两只船的策略 他一方面站在支持巴基的阵营 认为录取定额制度的致命缺陷 在于无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平等保护 另一方面 他又站在支持加州大学一方 规定可以把族裔背景 作为入学申请的一个考虑因素 令人称奇的是 鲍威尔大法官 竟然为自己这种自相矛盾的判决 找到了可以自圆其说的宪法依据 他认为 根据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 言论自由条款 引申出的学术自由的原则 加州大学有权采取 使学生来源和校园学术环境 多元化的政策 鲍威尔大法官 这一独出心裁的判决 及其牵强附会的宪法依据 终于使巴基案 出现了双赢的妥协局面 1978年6月28日 最高法院对巴基案 做出了一个在美国宪政史上 非常罕见的双重判决 由鲍威尔法官主持宣读的双重判决书 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判决录取定额制度 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巴基应被录取 第二部分 判决加州大学 有权实行一些 使学生来源和校园学术环境 多元化的特殊政策 在录取新生时 可以把族裔背景 作为一个附加因素来考虑 这样 最高法院一方面判决 加州大学 依照肯定性行动政策 设立的录取定额 违法 一方面又裁定 可以将族裔背景 作为考虑升学申请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又反过来 支持了肯定性行动政策 这个极为圆滑的双重判决 使坚决支持和激烈反对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两派人士 如坠云雾 无所适从 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 虽然是法律决定 但是对政治后果的慎重考虑 显然对个别大法官的判决 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三 从体制性歧视 到肯定性行动 在美国这样一个白人占据多数 和白人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 在升学和就业 这两个对每位公民一生命运 至关重要的问题上 由总统和联邦政府亲自出面 颁布和推行一系列优惠和照顾黑人 等少数族裔的特殊政策和法案 绝非偶然 美国是由一个 由二百多个不同的种族 族裔 民族血统和文化传统 组成的移民国家 号称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炉 但是在美国历史上 民族大熔炉的神话 主要是对白人移民而言 而少数族裔的美国经历 却充满了痛苦和心酸 美国开国元勋 在独立宣言中 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 准确地说 只是所有白人男性生而平等 早期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伴随着对缺乏自卫能力的 印第安土著居民的野蛮屠杀 更交织着对黑人奴隶的残酷奴役 这些历史悲剧 制造了延续至今的 种族矛盾和种族仇恨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奋斗历程 美国黑人团结一致 敢于斗争 不惜流血 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 争取到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并且使包括中国留美学生 和侨民在内的所有少数族裔 都跟着沾光 享受到免费搭车的好处 如今美籍华人 在北美大陆的成就和地位 相当部分要归功于 当年黑人的英勇斗争 但是彻底铲除 种族歧视遗留的恶果 真正提高黑人 和其他少数族裔的 政治和社会地位 实现真正意义的种族平等 却绝非易事 种族奴役和歧视 给美国黑人造成的恶果 固然多不胜举 但其中 由于黑人在教育领域的落后 所造成的后果 一害最大 与千百万怀着美国梦 来到新大陆 寻求更好生活的 各国自由移民不同 更与那些在其祖国 以接受第一流高等教育 以高分通过托福和GRE考试 赴美留学的各国科技精英有别 黑人是被枷锁和镣铐 捆绑到新大陆来的奴隶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奴役生涯中 黑奴被彻底剥夺了 受教育的权利 1740年 南卡罗来纳殖民地 颁布的奴隶法典 严禁任何人 教奴隶识字 南北战争之后 南方各州通过民主程序立法 制定了一系列 歧视黑人的法律法规 这样 黑人虽然在名义上获得了自由 但在教育和社会其他领域 继续遭受种族隔离 和种族歧视之害 致使相当多的一部分黑人 处于贫困和愚昧的深渊 难以自拔 塞古德马歇尔大法官 在巴基案的双重复义中指出 美国黑人的经历 与其他族裔群体的差别 不是程度上的 而是本质上的 几百年来 黑人处于受奴役 和被歧视的地位 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历来与文化和科技无援 当黑人终于争取到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之后 不仅面临现代科技社会激烈竞争的挑战 而且判断胜负的标准 借由白人主流社会确定 美国社会一向标榜和信奉 凭个人奋斗和平等竞争去争取成功 但是这种价值观忽视了 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巨大不平等 就好像是让一个镣铐炸除 遍体鳞伤的普通人 与一个训练有素 身强体壮的奥运会选手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按照同一规则 在竞赛场上竞争一样 这种表面上的平等竞争 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 1965年6月 提出建设伟大社会口号 和标榜公平施政的约翰逊总统 发表讲话 强调黑人仅仅争取到 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是不够的 联邦政府应采取特殊措施 对少数族裔予以帮助 以求达到实质意义上的 平等竞争的最终目标 约翰逊此次讲话 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 应对少数族裔予以特殊照顾 在推动肯定性行动政策 和促进实现平等竞争的道路上 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一特殊政策的实质 是要求美国社会中的强势群体 做出一定让步 在激烈的自由竞争起跑线上 允许弱势群体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先跑上一段路 借此改变因历史原因造成的 竞争起点极度不平等的不公正现象 达到种族和谐和社会平等的最终结果 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发展和平等 一种制度或一个国家的兴衰先进落后 往往取决于对这两个重大问题解决的程度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实质 是由联邦政府出面 充当不同种族和族裔之间 利益协调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角色 通过向少数族裔提供更多的提升政治经济 和社会地位机会的政策 补偿几百年来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奴役和歧视 所造成的伤害 润滑美国社会中紧张的种族关系 推动美国社会向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巴基案的判决 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国家最高行政当局 推行的肯定性行动政策 实际上如果根据按字面理解规则 这种保守的司法原则 将死地分析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和1964年民权法的具体条款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宪法和民权法基础 极为薄弱 但是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语音不详弹性极大 大法官在审理案子时 往往并不激拟于宪法条款的将死规定 而是通过具体判例 对宪法条款予以解释和发挥 有时甚至可以赋予某一宪法条款 全新的解释 以应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这种灵活变通的特点 在鲍威尔大法官对巴基案的判决中显露无遗 从宪政法制角度讲 宪法不应当是一堆死板的教条和枯燥的案例 而应当是一种动态的调节 不断变化中的社会关系的仲裁手段 美国宪法已有200多年历史 今日社会中的很多新问题 如公民隐私权 嫌犯沉默权 妇女堕胎权 死刑合法性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合线性等等 都是制宪者当年始料不及的 后世每一个时代的大法官们 在审案时依照具体情况 对宪法条款的含义予以引申和发挥 虽然难免给人以牵强附会和凭空捏造之感 但却保证了宪法的权威性 延续性和时代性 在一个基本上由多数人的选票 决定一切的民主社会 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 能够维护自身利益 而少数人在多数情况下 则很难维护自身利益 然而宪政法制制度的真谛 却恰恰在于既防止个人专断 又避免多数人暴政 1954年 非民选的美国最高法院 在著名的布朗案中 支持弱势群体 首次吹响了黑人民权运动的激昂号角 一向以保守著称的最高法院 竟然成为推动民权革命的急先锋 在美国宪政史上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在民权运动和种族冲突的压力下 在最高法院裁决的影响下 约翰逊总统积极推动民权立法 此工曾长期担任国会多数党领袖 政治手腕高超 他施展各种威胁 谴责和许诺轰骗之术 极力游说参众两院中 顽固的南方保守阵营 支持民权立法 1964到1965年之间 维护少数族裔利益的 一系列重要民权法案 终于在美国这样一个 白人占多数的国家得到通过和实施 借民权运动之事 美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 为实现种族平等奠定了法律基础 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中的杰出人才 出将入相各显神通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约翰逊总统后来因越战身败名裂 但他在民权立法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在美国宪政史上仅次于林肯总统 应当提到的是 由于一系列民权法案的通过 白人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 已由道德问题升格为法律问题 如今 在美国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公司 企业或商店旅馆 如果在对待少数族裔雇员或顾客的态度 以及在雇佣和晋升等问题上稍有差错 随时有可能官司缠身 并被迫付出巨额赔偿 普通公民若有种族歧视的公开言行 则不仅有可能被雇主解雇 学校退学 而且会面临刑事或民事起诉的严重后果 因此 公开的种族歧视 在美国社会已失去了存身之地 二百多年以来 美国社会从种族奴役走向解放奴隶 从种族隔离走向民权运动 从取消法律上的不平等 走向对少数族裔 妇女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权益的刻意维护 这不能不说 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 四 规则不平等与逆向其事 但是 从严格的法律角度分析 肯定性行动政策 是一项不平等的政策 一般来说 人类社会的平等 可分为三种 起点平等 规则平等 和结果平等 历史证明 实现完全的起点平等 和结果平等 都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做到的 只能是规则平等 可是 肯定性行动政策 却对竞赛场上的 规则平等的原则 进行了修改 对美国政府行政部门而言 为了纠正以前 种族歧视的弊端 缓和社会矛盾 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 实质平等 和社会公正的原则 可以暂时高于 规则平等的原则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 一个主要特点 正是不拘泥于 规则平等原则 以一种矫枉过正的 特殊形式 对弱势群体的利益 予以补偿和照顾 以求达到起点平等 公平竞争的最终结果 可是由于规则不平等 尽管愿望良好 理由充足 但实际结果 却是对白人男性的 体制性逆向歧视 在社会生存竞争的竞赛场上 一些白人 不得不为祖宗造的孽 付出沉重代价 从就业角度看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 自由竞争经济 无论申请哪一个层次的 工作和岗位 申请者都会面临 激烈的竞争 从升学角度看 一个学生能否被 著名法学院或医学院录取 往往会决定 其一生命运的兴衰荣辱 从商业角度看 能否征得政府部门的服务 或公共合同 常常关系到一家企业 或公司的生死存亡 然而 根据肯定性行动政策 白人不仅在能力和成绩相同 或相近的情况下 必输无疑 而且在能力和成绩 明显高于少数族裔时 也有可能败下阵来 根据加州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 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 录取的黑人学生 高中同考成绩比其他族裔学生的平均成绩 低228分 1974年 新泽西州的一所学校 为了保持教师族裔背景多元化 在裁员时首先解雇了白人教师 保留了教学资历相对较低的黑人教师 1977年 联邦政府颁布的联邦公共工作就业法 明文规定 至少10%的联邦公共工程项目拨款 应保留给少数族裔企业 1980年 最高法院在弗利克夫 诉克鲁兹尼克案判决中 以6比3三票之差 裁决联邦就业法并不违宪 因为这是一个纠正以前 对少数族裔企业 在投标政府合同时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补偿措施 一些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 在美国这样一个注重私有产权的国家 强制实行肯定性行动政策 意味着联邦政府对私营企业内部 人事管理事务的无理干涉 意味着联邦政府对投标政府合同商业过程的蛮横干预 不仅限制了私营企业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契约自由 而且破坏了在公共竞争基础上分配政府合同的市场经济机制 可是联邦政府手头上有成千上万亿美元的服务和工程合同 是私营企业的最大客户 所以私营企业只有扶手听命的份儿 一点脾气也不敢有 这种现象与制限者设想的那种维护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职能 可谓是南辕北辙 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另一个饱受指责之处是 它可能会使无辜者承担补偿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也会使一些从未受到过种族歧视伤害的人凭空获益 与其他一些社会救济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不同 肯定性行动是一项一刀切政策 单纯以族裔肤色和性别这些群体差别作为施行照顾措施的标准 只要你是少数族裔或女性 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族裔或女性 你都可以在竞争中受到若干照顾 相反只要你是白人 而不管是什么样的白人 那你就成了天生的倒霉蛋 再受歧视也没人心疼 比如一位黑人富商 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从北非摩洛哥移居美国的投资移民 其原祖与当年被贩卖到北美的黑奴根本不沾边 而一位白人工人家住北方宾夕法尼亚州 其祖先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移民美国 在南北战争时曾参加联邦军队 为维护联邦完整和废除奴隶制浴血奋战 其家族成员几百年来一直是废奴运动和民权运动的支持者 而且由于宾州早在十八世纪独立战争结束前 就已经立法禁止奴隶制 所以在这位白人劳工家族史上 没有任何人曾奴役过黑奴 可是在申请进入宾州州立大学医学院的激烈竞争中 尽管白人劳工家族世代在宾州居住 并以税金的形式向联邦和州政府交纳了大量金钱 尽管白人劳工的儿子勤奋学习 品学兼优 考试成绩和综合能力高于黑人富商的女儿 但他仍然有可能在入学竞争中 输给新来乍到的黑人富商的女儿 显然在很多诸如此类的个案中 这种只问肤色性别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为一个黑人富商儿女在竞争中保留特别地位 却把一个白人劳工的儿子排除在外的现象 是极不公平的 对肯定性行动政策不满的不仅是黑人 而且包括一些少数族裔人士 身为黑人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董事康纳利 认为这项政策中的一些特殊照顾措施 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少数族裔 无力与白人进行真枪实刀的竞争 只能靠族裔和肤色占尽先机 这实际上是对少数族裔的公开贬低 少数族裔需要的是平等公正 而不是所谓特殊照顾和优惠 而且在实践中 这项政策的受贿者也非常有限 只是为已经进入上流社会全世界层的 一小部分黑人 以及白人女性提供了进一步升高的特殊方便 诸如此类的批评 如今在美国政坛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2001年5月4日 美国亚裔商会代表 在白宫会见小布什总统时 当面感谢小布什 提拔华裔赵小兰和日裔丰田 出任内阁部长 小布什听后 立刻严肃答复 赵小兰和丰田入阁 完全是因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品德 与族裔背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小布什当年在耶鲁大学读书时 考试成绩一塌糊涂 本科平均积分成绩只相当于C 所以美国媒体一度讽刺这位总统智商太低 说他既不懂内政也不懂外交 但实际上未必如此 如果小布什当时反应慢 稀里糊涂地顺着亚裔商会代表 给搭的台阶往上走 那他的政治麻烦可就大了 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人士认为 肯定性行动政策根本就不是平权法案 而是反平权法案 是对白人男性的体制性逆向歧视 这项政策不仅在入学和就业等人生大事上 对白人男性极为不公 而且也容易使少数族裔滋长不劳而获的思想 和敌人一等的心理 更为严重的是 这项特殊照顾政策 把以族裔和肤色为基础的少数族裔权利 置于美国公民权利之上 损害了以勤奋努力和个人奋斗 为基础的美国精神和工作美德 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广播公司 1992年的一项民意调查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 肯定性行动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 今后 美国政府无需为补偿过去的歧视 而给予黑人等少数族裔以特殊照顾 但是 肯定性行动的支持者坚持认为 仅仅实行了三十余年的肯定性行动政策 根本无法纠正和在真正意义上补偿 对黑人长达三个世纪的奴役和歧视 所造成的恶果和伤害 尽管黑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了重大改善 但总的来说 黑人在美国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黑人和白人之间 在教育水平 平均工资 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明显差距 此外 尽管公开的种族歧视已不常见 但白人种族主义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 因此 肯定性行动政策不仅尚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而且路途漫漫 任重道远 围绕肯定性行动政策展开的激烈争论 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 因为它不仅牵涉到成千上万人的现实利益 而且也触及一个国家过去的罪恶 一个民族永久的心灵伤痕 这种涉及深层民族心理的敏感问题 因此 必然会出现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情绪化争论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和结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 加州大学在60年代 是全美大学争取平权运动的排头兵 70年代则因八级案名造一石 但在90年代 他却摇身一变 成为争取废除平权法案的极先锋 1997年 加州大学董事会 趁当年加州全民公爵 废除平权法案之际 投票通过决议 宣布加州大学今后在招生 雇人工程招标时 不再照顾少数族裔和妇女 从而使加州大学成为美国第一个 公开宣布废除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公立机构 加州大学此举表明 这种特殊照顾政策 只是一个具有临时性和补偿性的民族政策 绝非是一个修改美国社会中竞争规则的永久性法律 照顾和优惠只是暂时的 真正的平等 只能靠少数族裔自己去争取 在决定国家当前和未来大政方针的 刚领性和方向性问题上 美国最高法院一向处于一言九鼎的特殊地位 但是对于肯定性行动政策 这种高度敏感的政治案 面对各级基层法院一系列挑战八级案 裁决的上诉案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最高法院引人注目地采取了一种沉默和观望政策 大法官们深知 最高法院一言九鼎 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之不易 为了避免莽撞断案 引火烧身 对于那些有可能影响全局 争议极大的司法诉讼 老谋深算的大法官们 常常故意退避三社 先让各级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 摸着石头过河 带到条件和时机成熟之时 再由最高法院出面一锤定音 多年来 这已成为美国最高法院 审理那些影响全局的重大案例时 惯用的高招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 如果因担心审理高度敏感的政治案 引火烧身 造成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 那么保持沉默和静观待变 似乎是最高法院应对此类上诉案的最佳方法 要知道 加州大学之所以敢为天下先 加州大学董事会当前的立场 之所以与20年前戏剧性的截然相反 实际上与白人在加州人口的比例已跌到50%左右 有直接关系 由于白人在加州即将成为少数族裔 白人已有同等权利 要求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特殊照顾 911事件后 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思潮抬头 最高法院数位大法官年事已高 临近退休 因此最高法院的动向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据华盛顿邮报最新消息 2002年12月2日 最高法院终于打破沉默 宣布同意审理涉及密志安大学 将足以背景作为考虑入学申请因素的两个上诉案 在格鲁特·苏波林捷案中 白人学生控告密志安大学法学院 违反宪法和民权法 设立了对黑人、印第安人和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申请人 予以适当优先考虑的录取政策 在格拉茨诉波林捷案中 白人学生指控密志安大学本科部的录取政策极不公平 在总分为150分的申请人评分体制中 少数族裔申请人一律自动获得20分 与一个具有出类拔萃体育才能的申请人 所得的额外分数相同 密志安大学则认为 学校和学生背景多元化是学校的重要方针 少数族裔申请人虽然得到了加分的优惠照顾 但密志安大学并未像当年加州大学 戴维斯校区那样设立16个特别录取定额 换言之 如果少数族裔申请人在加分或适当优先考虑后 仍然达不到录取标准 该大学并不按照固定的配额硬性录取 因此 这种录取政策完全符合1978年巴基案裁决的基本原则 由此可见 这两个上诉案的关键在于 巴基案裁决是否应被推翻 据美国媒体透露 围绕这两个上诉案 大法官们这回仍然处于4比4的将至局面 其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 倾向于裁决密志安大学的录取政策违宪 女大法官奥康纳 一直脚踩两只船 成为此案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 由于伦奎斯特大法官即将退休 此案和大选案一样 将成为保守的伦奎斯特法院 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也将是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美国最高法院在民权问题上 做出的一项最重要判决 小布什总统以明确表态 反对将种族背景 作为录取新生的优惠因素 与当年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 对待肯定性行动政策的态度 形成了鲜明对比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私立名校 通用电器等数十家私营大公司 以及华裔教育界中的有识之士 都纷纷表态支持密资安大学的立场 强调足以多元化的政策 符合国家的重大利益 奥康纳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大法官 1952年 她以优异成绩获得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由于当时美国法律界性别歧视现象严重 她毕业后曾一度很难找到律师工作 加州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 竟然以女秘书的职位回复她的求职信 1981年 这家律师事务所的一位资深合伙人史密斯 官运恒通 当上了联邦司法部长 同年 里根总统提名被这家律师事务所 视为女秘书而拒之门外的奥康纳 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按照法定程序 司法部长史密斯代表总统 向奥康纳当面宣读了提名委任状 她不但对这位杰出女法官的能力和品格 称颂有加 而且直理圣工 这恐怕是好莱坞编导 都编不出来的戏剧性情节 一般认为 奥康纳属于最高法院的保守阵营 但是在肯定性行动政策问题上 奥康纳的立场含混而复杂 在以往的判例中 她虽然主张对各种基于足异标准的照顾措施 予以严格审查 但从未明确判决 肯定性行动政策违宪 另外 奥康纳与巴基安的主角鲍威尔大法官 私交甚加 后者在种族问题上的圆滑立场 可能会对她产生一定影响 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 哈欣逊估计 一届73岁高龄 临近退休的奥康纳 可能会对鲍威尔大法官的经典性双重判决 做出修订 但她不希望 以肯定性行动政策 死亡天使的形象 给自己的法官生涯 画上句号 美国朝野上下又一次拭目以待 且看最高法院如何裁决 2003年6月23日 万人瞩目之下 美国最高法院 做出了两个历史性的重大裁决 第一 在涉及密治安大学法学院 有限优惠照顾少数族裔的案子中 大法官以5比4一票之差 支持了密大法学院的政策 奥康纳大法官 站在了多数派阵营一边 并主持撰写了法院意见书 奥康纳明确指出 宪法没有禁止密大法学院 基于对种族因素的有限考虑 而制定录取政策 以促进学院的迫切教育利益 这种利益来自学生背景的多元化 他还补充说 作为培养未来国家 栋梁人才之地的法学院 多元化 有助于协助学生 为工作和公民生活做准备 对企业挑选高级主管 和政府委派军队指挥官 也有好处 第二 在涉及密大本科部设立的申请人 评分体系的案子上 大法官以6比3 三票之差判决 密大本科部设立的自动加分政策 违线 奥康纳杀了个回马枪 在这个案子中 他站到了保守派阵营一边 龙奎斯特大法官 主持撰写了多数派意见书 他认为 密大本科部 为少数族裔申请人 一律自动加20分的录取政策 显然有实施配额之嫌 违反了1978年 巴基案判决的原则 最高法院 针对这两个案子的裁决 堪称1978年 巴基案双重判决的再版和继续 既反映出最高法院内部的矛盾冲突 和美国社会中种族问题的复杂性 也反映出大法官对待种族问题 极度慎重的态度 和两头做好人的圆滑立场 在美国社会中 当白人逐渐成为少数族裔 和欧洲文化不再成为 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主流文化之时 当肯定性行动 这类照顾少数族裔的民族政策 有朝一日被彻底取消之后 在种族与族裔 色拉盘式混合的多元文化环境中 强势族裔如何与弱势族裔共处 强势群体如何与弱势群体共存 将是美国自立宪建国 解放奴隶 工业革命 新政变法 二次大战 越南战争 民权运动 911事件等历史性大变动之后 面临的一个全新难题 这个混入